但是在三級降二級之後 在27號也是全面開放餐廳來內用 但還是有一定的相關規定 包含這個桌具要1.5公尺 以及要採梅花座也要使用隔板 但是在一大早知名的羊肉湯店就被直擊到 這個桌上已經有客人正在進食當中 但是卻沒有使用隔板 店家趕忙出面解釋隔板根本進不到 所以他們採用這個桌具1.5公尺的方式 來進行防疫 因為全面需要使用隔板造成大缺貨 店家有的是根本訂制不到的 但這樣到底有沒有違反規定 是得由金發局來認定 看到另外一間鮮魚湯是有使用隔板的 但是在這個熟食區的部分 並沒有符合這個防護罩的規定 而到底這些行為有沒有觸犯防疫的規定 金發局也會在一早尋查各個店面來進行勸導 好 那今天正式降級了 不過不管有沒有降級 這個八大行業還是不能開的 不過也還是有業者偷開啊 那麼遠景加強取締竟然發現了一名70歲的富裕人在裡頭從事交易 遠景排排站好等待局長夏達丸指示準備開始行動 27號全國降級為二級 但八大行業卻不在開放名單之列 但趁警戒降級色情行業卻蠢蠢欲動 所有遠景不敢大意加強取締巡邏 清查所有營業場所 有些業者甚至動起歪腦機 轉移陣地跑到汽車旅館開設毒帕暗營性交易等 通通被帶個正著 因為市府還沒有開放 這些相關營酒店 這個清查館 他們開始營業 所以我們主要的 今天主要領檢工作是去查查他們有投資營業 這些狀況 照片中性感破錶但僅尋現追忌卻發現是70多歲的婦人 以涉及違法必須聳辦 局長特別強調萬華區除了阿公店外 在西門町一帶也會針對轄內相關麻將 還有KTV等娛樂場所進行群裸取締 因為這些營業場所都不列入這一波疫情 市府解封的對象 只要發現他們偷偷營業絕不會寬帶 全部都會將他們異議逮捕 進行告罰採處